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教小朋友做食丸不露蓮的小姐姐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食丸呢 我們分別要做的就是有我們的鮪魚壽司 還有我們的鮭魚卵壽司 以及玉子燒壽司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逼蒸的醬油 以及我們鮭魚卵的上方 這個一點一點的 待會會做出來 以及它的說明 但是說明都是日文 所以今天要來教小朋友跟大朋友做這個 我們現在要把包裝紙給打開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它這個一進來的話 就有非常可愛的盤子 待會呢 我們這邊都有沿著虛線要剪下來 上面的盤子 這個包裝紙我們待會都要留下來喔 因為這個上面呢 就是我們待會要放壽司的盤子 以及後面呢 也有說做壽司的一個記號 我們先來看一下壽司裡面有什麼配料 這個是醬油 然後這個是白米飯 那這個是玉子燒跟我們的鮪魚的這個生魚片 以及呢 待會這個是我們的鮭魚卵 接下來呢 這個一個像糖果的東西啊 待會是我們的海苔 它的工具就有這些 然後呢 它有1 1號就是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位置 首先呢 我們先準備白開水 白開水的部分呢 像1號的位置這邊有一個橢圓形 所以我們把水加到橢圓處就可以了 這一包就是米飯 現在要把它加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拿這個 開始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有點軟軟QQ的感覺 可以用什麼 好 現在呢 這個米飯就做好了 有點QQ軟軟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玉子燒喔 這個黃色的是玉子燒 然後我們這個紅色的部分是我們的鮭魚 不是 鮪魚卧壽司的生魚片 一樣呢 它這邊都會盒子上呢 都會有一個虛線 所以我們只要把水倒在這個虛線上面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把我們的 玉子燒打開來 來 加到這個 盒子 燒燒的盒子裡面 慢慢的攪 因為這個要等待三分鐘的成型時間 攪完之後我們就稍微把它鋪平 接下來呢 一樣 把水滴到這個虛線裡面 接著呢 來做鮪魚生魚片 這是我們的鮪魚生魚片 現在要把它加進去 倒在這個裡面 現在一樣就是把它均勻的攪拌 快速均勻的給它攪拌開來 攪拌均勻後的樣子 稍微給它剁一剁 讓它均勻的閃開來 然後不要讓它有點泡泡 好 先放在旁邊等待三分鐘的時間 待會呢 A跟 B 要來做我們的鮪魚卵 這個會用到的就是 我們的 A 它會放在 A 的盒子 B 呢 會放在 B 的盒子 接著我們可以先開始來製作我們的鮪魚卵 我們一樣把水加在虛線的上方 現在呢 把 A 剪下來 然後再來是 B 就是我們重頭戲 我們的鮪魚卵 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開始做一個攪拌 就是有點沙沙感的感覺 沒有了就好 接下來就是要做我們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鮪魚卵啦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要先滴這個 B 劑的紅色的鮪魚卵 然後我們把它擠上來 這樣滿滿的一大罐喔 現在慢慢的給它滴上去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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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一顆一顆的成形了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米飯 你看 這是我們的米飯 現在變成一坨 很可愛 分成六等份 抓一下 平均的大小 然後剛剛拿出這個有點黑色的 它是壽司的海苔的部分 我們就給它這邊壓壓壓 讓它變成一個長型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我們的六個的白飯做好了 好 這只要給它放在上面 其實它上面有一個痕跡 有沒有看到 條紋的部分啊 我們要盡量炒 我們要盡量炒 上 因為它有那種鮭魚的條路 現在這是我們的鮪魚 接下來我們做我們的海苔的部分 稍微上面有一點空間 接下來呢就是要把我們的鮭魚 然後放上去囉 看的時候要小心 都看幾顆 完成 來我們的鮭魚 完成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小鮭魚 小鮭魚 選擇 哪一條 文字八 Southwe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